去年的8月12号,在江苏淮安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杀人案 村民周光携带着砍刀,袭击了7名无辜的村民,导致三死四伤 日前,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被告人周光是淮安市淮安区的一名农民,今年46岁 检察机关指控,周光因怀疑妻子与同村人古某有不正当关系 便产生杀死古某家人,以报复古某的念头 2012年8月12号凌晨6点左右,周光携带邮具《砍刀》等 骑电瓶车窜至街上,当街将古某的父母砍死 并将古某兄弟一家砍成重伤 疯狂的周光此时又起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将与自己有矛盾的人全部杀光 于是他又窜至三名无辜的村民家 村民李某家的监控显示 当天下午1点52分 周光手持两把砍刀走进了院子 此时李某正在院子里打扫 周光上前便朝李某的头部猛砍下去 接着周光又连伤三人,导致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检察官当庭出示了周光作案时使用的邮具、砍刀等作案工具 检方认为,被告人周光故意剥夺他人生命 致三人死亡,四人受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事实上,妻子与古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想法 只是周光的一段猜想 因古某在外地打工无法联络 周光便向这股气撒在了古某家人身上 而案发后,经三次司法鉴定,结论均证时 周光作案时犯有精神分裂症,属限定责任能力 这个结果让众多受害人家属无法接受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疯狂砍杀造成三死四伤的严重后果 通常情况下应该是罪不可赦 可是如果周光作案的时候确定是限定责任能力 那么他又该面临怎样的刑罚呢,赵秀士 他很有可能就是无罪 因为我们知道作为精神病患者来讲 他在精神病发作期间 他没有刑事责任能力 如果一旦是发生了这种后果的话 本身由于他的思维意识根本不受自己的控制 这种情况下他是不承担相关责任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他的监护人 因为我们知道作为精神病患者 你既然没有刑事能力 同样你可能也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一旦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话 他的监护人对外是要承担您是责任的 这个肯定要确定 而且如果确定他就是一名精神病患者的话 即便他不用坐牢 那么他的余生至少在他康复之前 也应该是在精神病院度过 而不能说真正像无罪一样 我宣布释放了以后 你仍然可以在社会上游荡 这个肯定是不可能的